临志不知道为什么,最近五岁的儿子总是腹泻和呕吐,临志平时工作忙,所以让妻子带儿子去看医生,但也许儿子不是妻子的亲生儿子,所以妻子有些不上心吧。 说也许是因为换剂,所以肠胃有些敏感,吃点药过几天就可以了,不用去看医生,临志听到妻子这样的话,有些难过,但又有些无奈,因为三年前,临志的前妻车祸意外去世了,妻子去世后,她一直都郁郁寡欢,还好,因为现任妻子一直的鼓励,才让她走了出来,她觉得她善良,大方,温柔,对儿子又好, 而且总觉得家里没有个女人总不像家,于是就决定结婚了,结婚后,妻子对自己的儿子很好,示弱几初,临志看到也很欣慰,但很快,妻子也有了孩子,孩子出生后,妻子明显就把关注,点,放在的小女儿身上,临志想, 这也是人之常情,于是也没放在心上,只能自己多关心关心儿子了,这次,儿子都已经腹泻呕吐了很长一段时间了, 临志觉得不管工作再忙,都得请假带孩子去看医生了,所以临志带着儿子就去医院了,可去了医院后,医生问了儿子很多问题, 儿子都不配合,医生只能让临志出去门外的,可就在临志在门外等的时候,医生瞒着他偷偷报了警,后来,临志才知道,自从小女儿出生后,妻子就常常护着女儿, 只要儿子做了些什么错事,或者只是小孩子之间的吵吵闹闹而已,妻子就会,给儿子灌辣椒水,骂他,而且家里的酸牛奶,新鲜的都是给女儿喝,儿子只能喝过期的, 而且有时候,为了护着女儿,还会用鞭子打儿子,所以儿子身上有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痕,儿子被命令过不能告诉临志,所以他不敢说, 直到医生把父亲掉开,他才颤颤抖抖地告诉医生,临志知道一切之后,气到发抖,他以为妻子只是有些偏心而已,但没想到,对不是自己的儿子,竟然敢下这样的毒手,他以为恶毒的继母只会在电视剧里出现,没想到,现实中还真的有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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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